大家好,这里是火火树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藤仑二精选集 也是双一和老婆的第一次相遇 大总是学校里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但最近他因为原因不明的腹痛住院了 随后嘴里咬着钉子的双一登场了 大家应该也知道大总为什么会住院了 双一对同班的小绿产生了好感 张开满是钉子的嘴向小绿炫耀着 但却把人家吓跑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学校传出了双一的各种传言 有扶老奶奶过马路的 诗襟不昧的 各种好事都让他作变了 其中最重磅的消息就是 大明星剑太郎是双一的表哥 这下学校的女生就坐不住了 纷纷围住了双一 找他要剑太郎的签名 但双一决定持给一张 让他们争个你死我活 小绿这边拿着花来看望大总 这时发现小圆也在 四目相对此时气氛略显尴尬 随后几个人尬聊了起来 谈到了最近风头正盛的双一 听说他救了一个差点被车撞的小孩 之后小绿回到了学校里 他无意间发现双一躲在花坛的后边 小声的向旁边的人说 听说六年级一般的萧山绿 好像喜欢双一 并且不停的重复这句话 第二天 这个消息就在学校流传开了 都在说英雄配美人 生气的小绿当时就拍案而起 拆穿了双一自己制造传闻的事情 并猜测之前那些对他有利的传言 一定也都是他编的 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 都纷纷质疑起了双一 双一此时也有些尴尬 但双一还想要否认 还说要拿出剑太郎的签名来证明 当拿出签名后 众人都惊呆了 这字也太难看了 和杂志上的完全不一样了 一定是双一自己签的 这种人怎么可能和大明星是亲戚 而此时的双一已经羞愧的落荒而逃了 过了几天后 教室里贴了一张奇怪的照片 同学们看到后都感觉要吓哭了 这就是双一即将要邂逅的老婆 她小别致长得可真东西 都这样了还能代言口红呢 商家是有多想不开找她代言 同学们说赶快把它撕了吧 这东西看多了上头 我妹妹就吓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过了几天 有个奇怪的传言开始在学校流传 好多同学都在放学的路上 遇到了那位小别致 小别致要把他们都抓走吃掉 而且还有另一个传闻 听说在山里有个少女之渊 只要在里面泡过就会变得漂亮 再然后大种就出院了 小绿和同学们坐在那里看大种踢球 同学表示 大种最近和小圆走得有点近 听说小圆去了山里的少女之渊 最近变得漂亮了不少 小绿一看这可还行 这样下去大种会被抢走的 之后她偷偷一个人来到了少女之渊 然后穿着泳衣走了进去 这时双衣拿着相机出现了 对着小绿就是一顿猛拍 原来这一切还是双衣策划的 从下人的模特照片 到少女之渊 都是为了引小绿出来 她表示 要在学校里传一传 小绿来泡沼泽的事 这是对小绿破坏双衣好事的报复 但此时山里的鸟突然全飞走了 气氛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 而水里产生了一个大漩涡 一个头从水里钻了出来 随后一个巨大的人 从沼德里坐了起来 正是照片上的小别致 原来她也听说了 少女之渊能变美的传闻 来到了这里 她还以为双衣是在拍她的照片 她毕竟也是一名模特 也算个小名人 还以为双衣是哪家出版社派来的 她威胁双衣 知道偷拍的下场吗 双衣此时吓得两腿发软 直接坐在了地上 小绿趁机逃离了这里 就在渊要吃掉双衣的时候 双衣机智地来了一句 故事完 从此双衣和渊就此结下了一缘 也有人说双衣其实一直都在做梦 或者说和女模特结婚的情节也是梦 不过我觉得用做梦来草草收尾 不是构思严谨的一腾入二的风格 不管咋地双衣这个熊孩子都有老婆了 在七夕这个节日里 单身的小伙伴们也要努努力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